啊 眼下有一件差事 不知你是否愿意 再为我走一趟 验尸的差事 是 愿意啊 当然愿意 不过 这一趟不是衙门的差事 只是帮我一个忙 你放心 不管是衙门的差事 还是你的差事 我都一样会好好的验 保证不会糊弄你 此次不能光明正大的验 也不能多用任何工具 而且 还要委屈你 扮作我的侍女随我同去 是否也可以呢 扮成侍女 偷偷的验 可是 我以前从没干过这样的差事 如果你觉得我行 那我就去 你一定可以 那 这些稻米 你就帮我喂完吧 王爷 你不用怕他们 他们不咬人的 本王怎么会怕他们 只是怕弄脏了巢服 王爷 我 第一次穿这样的衣裳 我穿成这样 还怎么干活 你在此稍后 我一会儿来教你 我 你 我们来 我 你 呀 我 我 你 我 我 的 我 你 我 他 你 你 你 我 你 我 你 你 你 我 你 你 王爷 我第三截颈骨都快断了 起来 几股立直 将毛巾托于双手掌骨上 手肘下沉微曲 腕骨抬至于锁骨齐平 颈骨第六七节立直 自第五节至第一节向前驱 微收合骨 让你动了吗 记住这个姿势了 记住了 每块骨头在哪儿我都记住了 放回去 要回答是 是 左右手相迭 右腿后撤 然后蹲下 好 起来吧 好 起来吧 放肆 你 你这儿怎么一点疤痕都没有啊 你没受过伤吗 什么伤 剑伤 长约两寸鱼 身可剑骨 伤育后还有一道细如墨线的疤 没有 难道真的不是鱼面白骨了吗 你说什么 没什么 没什么 不过 你身上好白啊 书上说的芙蓉宁枝 应该就是这个样子吧 够了 跟我走